作家黄春明在宜兰文学馆来开奖了 还趁机忧了马总统一末 原来黄春明先以自身的例子 作为这个说法 讲到自己曾经被退学 不过现在连马一九总统都跟他握手 但话锋一转又说跟马一九握手 自己可是带了很多佛珠来辟邪 让现场书迷哄堂大笑